九玉建帝 第4811章 我全要了 作者 邵宇 全要了 看到楚风眠选中的宝物 这东宇都是不由的一愣 楚风眠选中的 几乎都是这玉符之中 价值最高的一批宝物了 这些宝物随意一见 都足以让一位君王倾家荡产 就算是对于一位帝君而言 这样的宝物也都绝对价值不低 哪怕是购买起来 也无比肉疼的 可是楚风眠现在 这却是一脸挑选了上百件 这样的财富 就算是这云商之城之中的一些商会 都未必可以拥有 不过这东宇也不相信 楚风眠是无得放尸之人 更何况 这里就在母马商会之中 他也不担心 楚风眠会在里面抢取豪夺 这母马商会 既然是可以横跨两个纪元的庞然大物 自然是麾下也有着许多的强者 就算是一位帝君 敢在这母马商会之中动手 也讨不得任何的好处 所以他也丝毫不担心 楚风眠会出手抢夺 很快 这东宇便是将消息纷纷了下去 而他自己 则是在计算着 这些宝物的价格 一共需要五十六枚二品五单 粗略计算了一下之后 东宇便是开出了一个价格 同时 东宇的目光 也是落在了楚风眠的身上 五十六枚二品五单 就算是一些五祖宗门 都未必拿得出如此之大的一笔财富来 而就算是楚风眠身为荒界之主 一位帝君 但是刚刚晋升的帝君 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一笔财富来 当然 作为母马商会的规矩 这东宇也是知晓 他也并不多问 反正只要是楚风眠 可以拿出足够的财富来 他便是 就可以跟楚风眠做交易 当然 若是楚风眠拿不出来如此之多的财富 未来母马商会 也是面对楚风眠的时候 闭门谢客 五十六枚二品五单 换作是三品五单 便是相当于足足五百六十枚 可以购买接近两百枚清地狱了 要知道 楚风眠从荒神宝库之中得到的财富 也不过只有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这样的一笔财富 乃是大部分的帝君都拿不出来的 就算是那玄师帝君都未必可以一口气拿出如此之多的财富来 除非是他将压箱底的宝物都卖出去 才可能凑齐如此之多的财富 这样的一笔财富 对于曾经的楚风眠而言乃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现在 随着楚风眠准备出售生命果实 这样的一笔财富 在他的眼中却是根本不算什么了 一枚生命果实可就相当于五枚二品五单 而生命果实楚风眠手中的 便是就有着足足数百枚之多 而且 楚风眠更是还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贱木神术 来凝聚出生命果实来 可以说 楚风眠已经是相当于拥有着无尽的财富了 而且这种生命果实 对于整个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许多古老强者而言 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别说楚风眠只是拿出数十枚出去 就算是拿出数百枚 数千枚出去 也一样是会引起无数强者的竞争 根本不筹卖 不管是 从那玄师帝君的态度 还有现在冬雨爆出的价格 都让楚风眠明白了 这生命果实的价值 我以生命果实来支付 楚风眠看向那冬雨 也是大手一挥 在他的手心之中 一枚枚生命果实 便是浮现了出来 这些生命果实堆积在了一起 看起来 足足有着数十枚之多 这堆积的生命果实 所释放出的生命力 都是令这密室之中的舞者闻到 都有着一种延年益寿的效果 什么 这么多 那冬雨看到楚风眠拿出来的生命果实 都是吓了一大跳 他虽然已经是猜测到了 这一次楚风眠也就是荒神 离开了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肯定是在外 得到了晶天纪元 所以才一举踏入了帝君境界 而且很有可能 也是得到了一座不小的宝藏 正是在宝藏之中 楚风眠可能是得到了这些生命果实 可是这样的生命果实 就算是在无比古老的时代之中 却也都难得一见 毕竟这样纯粹的生命力 可是在严寿至宝中 都难以与之媲美的 所以 在冬雨的心中 楚风眠可能是有着生命果实 但是不会太多 只是一笔横财罢了 可现在看到楚风眠拿出来的大量生命果实来 冬雨都是直接愣住了 如此之多的生命果实 这简直是打劫了一位主宰的宝库 才有可能得到的 别说是帝君 就算是三皇的手中 都未必可以掌握如此之多 品质的严寿至宝 也只有可能主宰的宝库之中 才可以找到如此之多的宝物 冬雨心中都是震惊不已 但是她的脸色却是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心中也是冷静了下来 她毕竟可是这母马商会的少主 见多识广 虽然楚风眠拿出的大量生命果实 令她震惊不已 可是冬雨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楚风眠简直是母马商会之中的一个大客户 而这一次跟楚风眠之间的交易 对于母马商会都有着无穷的利益 这种生命果实每一枚拿出去都可以引起许多帝君的争夺 而现在母马商会得到了这些生命果实 未必是要直接卖出去 而是可以拿这些生命果实拉拢人心 甚至是招揽一些帝君强者 为母马商会都有可能 这可是平日里用财富都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母马商会而言 财富根本不值一提 母马商会的财富已经是无法计算了 相比之下对于母马商会而言 现在像是生命果实这等 就连用钱都买不到的宝物 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么多的生命果实 若是可以全部吃下来 对于母马商会而言 都足以令母马商会的势力更进一步 尤其是冬雨可知道 母马商会的一些老祖 也都是因为受缘所困 才逼了死关 而有了这些生命果实 也足以让母马商会之中的一些老祖延寿 若是他们出关 母马商会的势力 也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 一两枚的生命果实 对于冬雨而言 也只是收集到了一些好宝物 可以从这交易之中赚上一笔 九玉见地 第4812章 一夜暴富 作者 邵宇 但是这数十枚生命果实 可是就完全不同了 量变引起质变 若是母马商会 一旦可以将这些生命果实全部得到 那降令母马商会 都是发生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 这些生命果实 我母马商会全都要了 而且 每一枚生命果实 还可以加上一枚二瓶五丹 不 再加上两枚二瓶五丹 七枚二瓶五丹 换取一枚 生命果实如何 东宇在看到了楚风棉拿出来的这些生命果实之后 便是脸色猛然变化 连忙开口道 在这些生命果实面前 东宇也已经是没有了之前的坦然了 他身为母马商会的少主 自然明白 一旦是做成这一单生意 对于他 甚至是 对于他的父亲 将会有着多大的好处 足以是令他们家族 在母马商会之中的地位 更进一步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身为母马商会的少主了 但是这东宇 其实只是云商之城中 母马商会的少主 而并非是整个母马商会的少主 母马商会 可是一个横跨三星号星号星号的庞然大物 其实不只是在这晶体五道纪元 祖马纪元之中 在那黑玉纪元之中 同样也存在着母马商会 东宇也只是其中的一只罢了 在这母马商会的内部 还有着核心高层 可以掌控整个母马商会的大局 而他的父亲 一直都是缺少一些功绩 才可以真正晋升核心高层 若是他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将这些生命果实全部买下 那么他的父亲必然更进一步 而他家族的地位 在这母马商会之中 也会一飞冲天 这也是东宇 现在见到了如此之多的生命果实之后 都是在这不能淡然的原因了 这可是关乎着他的自身利益 七枚二品五单 看到东宇的表现 楚风眠思考了一下 也是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他的嘴角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而言 对于楚风眠这个卖方而言 这生命果实的价格越高 对于他自然也有着更多的好处 没人会嫌弃自己财富多 而且在这云商之城中 只要是楚风眠拥有着足够的财富 他也是可以将这些财富 转化为他的力量来 尤其是三日后即将开始的天云拍卖会 这一次天云拍卖会 据说是最近数百届之中 最为隆重的一次 会拍卖大量的宝物 楚风眠多多积攒一些五单来 也可以在天云拍卖会上 买下更多的宝物来 而且楚风眠同样也是知道 这生命果实虽然价值极高 但是他若是跑出去大量出售 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引来麻烦 若是楚风眠自己跑出去 卖生命果实的话 很容易是会引起各方的注意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更何况这生命果实 只怕是这晶体五道纪元的各方势力 无一例外都想要得到的宝物 对于这些窥探楚风眠不惧 但是他也不愿意遇到麻烦 来影响楚风眠的五道修行 所以楚风眠这一次的本意 也是将生命果实多卖出去一些 卖给这母马商会 不只是买下楚风眠这一次挑选的宝物 也是要多多换取一些五单 来去天云拍卖会之上购买宝物所用 所以楚风眠拿出来的生命果实 也是比起那些宝物的价值要高得多 足足五十枚生命果实 按照刚刚冬雨开出的价格 可是价值足足三百五十枚二品五单了 其中的零头就已经足以支付 一刻脸色大喜 结果生命果实 确认无误后 他立刻下令 很快两枚空戒便是浮现在了冬雨的手心之中 这一枚是荒神阁下需要的宝物 这一枚便是剩下 都已经是被兑换成了二品五单 冬雨恭敬地将两枚空戒递给了楚风眠 如果说之前冬雨面对楚风眠的时候 是一种礼貌尊敬的话 那么现在冬雨面对楚风眠的态度 可是无比恭敬的 不为什么 单单是楚风眠这位财神爷 就值得他这样做 尤其是在卖出去大量的生命果实之后 楚风眠手中掌控的二品五单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样的财富 也足以牡马商会将楚风眠视为贵客了 楚风眠打开空戒 第一枚空戒之中 便是琳琅满目装载着大量的宝物 这都是楚风眠按照玉符之中选出来的 对他有用的宝物 足足数百件堆积在了这空戒之中 一股股纯粹的力量 随着楚风眠打开空戒 便是向着外面飘散出来 楚风眠目光只是扫视了一眼 就确定这其中的宝物 没有任何一件缺少 这也是令楚风眠点了点头 接下来 楚风眠又是打开了第二枚空戒 而在这第二枚空戒之中 却是漂浮着一枚枚龙眼大小的丹药 这种丹药每一枚都是通体青绿色 这正是二品五丹的颜色 每一品的五丹颜色都不相同 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同时 楚风眠的目光观察了一眼这五丹 便是看出来了 这五丹的构造 竟然是跟晶体五道神区的构造完全相同 一共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晶体 组成了这种五丹 这五丹之中的玄妙 楚风眠一时间都无法完全看出来 但是直接吞噬这五丹 的确是对于晶体五道 有着不小的帮助 这种玄妙 也怪不得这种五丹 无人可以仿制得出来 可以作为帝君之中的硬通货 就是不知道 这五丹是如何被人炼制出来的 楚风眠看向这五丹 都是感觉其中的玄妙 玄之又玄 难以捉摸 这样的五丹 竟然是舞者炼制出来的 让楚风眠都是感觉到一种 不可思议的感觉 不过楚风眠也不急于一时 他现在有着大量的五丹 自然是可以慢慢研究 很快 楚风眠便是目光扫视 清点了一番数量 在这空界之中的二瓶五丹 却是足足三百枚的整数 九玉见地 第4813章 十世宝库 作者 邵宇 就算是按照东宇所说的 一枚生命果实 可以换七枚二瓶五丹来算 楚风眠一共是 可以得到三百五十枚二瓶五丹 但是购买那些宝物 再加上之前 买下的清地狱 却是足足相当于六十枚二瓶五丹 应该是剩下二百九十枚二瓶五丹才对 荒神阁下是我母马商会的贵客 从此之后 荒神阁下 只要是在我母马商会之中购买宝物 都可以享受折扣 东宇看出了楚风眠的想法 在一旁开口道 当然这不过只是说辞 十枚二瓶五丹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像是一些比较贫穷的帝君的全身财富 也不过是这个数字 现在东宇白白送给楚风眠 自然是想要跟楚风眠拉拢关系 有着讨好之意 这一点 楚风眠心知肚明 但是它也并未点破 有人白送宝物 楚风眠当然也会收下 我这一次 打算去进入三个月后的无间禁区争夺 所以打算购买一些宝物 来提升实力 将两枚空戒全部收入囊中后 楚风眠却是突然看向东宇开口道 所以 我希望购买一些提升实力的宝物 我听闻母马商会之中 可是存在这些太古之宝 得到了大量的二瓶五丹 楚风眠当然是要将这些二瓶五丹花费出去 换取宝物来提升实力 不然它拿着这些五丹 也毫无意义 对于掌控了贱木神术 可以源源不断地凝聚出生命果实来的楚风眠而言 五丹都已经只是一个数字了 它若是愿意 大可以再拿出来一批生命果实来 以这母马商会的财力 自然是可以将其全部吃下的 所以 楚风眠也不怕三日后 天云拍卖会上没有五丹钱去购买 大不了再卖一批生命果实 给这母马商会 楚风眠当务之急急迫需要的 还是可以提升它实力的宝物 在这母马商会之中 肯定存在这一些压箱底的宝物 那东宇拿出来的玉符所展现出的 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宝物罢了 像是一些真正价值连城 有时无价的宝物 平日里母马商会也绝不会随意拿出来的 而是在关键时刻拿出来 当作人情所用的 当然 楚风眠现在卖给了母马商会 如此大量的生命果实 也算是给母马商会一个大人情了 他想要买下这母马商会之中 真正压箱底的宝物 也不为过 荒神阁下是我母马商会的贵客 自然是需要什么都可以 东宇这一次做成交易 也是心情大好 他一方面将消息通知 给了他的父亲 一方面也是看向楚风眠 笑着开口道 请荒神阁下随我来吧 说着 东宇便是化为了一道顿光 进入到了这母马商会的深处穿梭 楚风眠也是 紧随其后 两人不知道是穿越了多少道的禁制阵法 终于是来到了一处古老石室面前 这一处古老石室 隐藏在了这母马商会宫殿内部的深层空间之中 这空间层层重叠 若非是有着东宇带路 楚风眠也绝对难以找到这里 站在了这古老石室门前 楚风眠便是就感觉到了两股强横的气息 隐藏在了石室周围 帝君 两位帝君来看守宝库 这母马商会倒是好大的手柄 楚风眠一眼就认出了这两道气息 便是两位帝君 在这荆体五道纪元之中 像是许多威名显赫的势力之中 也都不过有着一位帝君坐镇 像是一些没落的五祖宗门之中 也就只剩下两三位帝君了 就像是那五十宗一般 每一位帝君 在这荆体五道纪元之中 可都是极为超然的存在 就算是三皇殿 也都会许诺重力去拉拢 可是现在 这母马商会之中 竟然可以让两位帝君来看守宝库 这手笔之大 让楚风眠惊讶的同时 也是让楚风眠心中隐隐约约猜测着 这母马商会的背景 比起名面上的 只怕还要更大 这样的势力 简直是不亚于那云商之城的第一商会 天云商会了 当然 这一切跟楚风眠没有关系 这母马商会的背景越大 楚风眠也就可以跟这母马商会 做成更大的交易 来换取好处 东宇站在十室门前 拿出了一枚玉符 很快这十室大门之上的静置阵法 纷纷分开 大门缓缓开启 荒神阁下请 东宇说完 便是带着楚风眠 进入到了十室之中 因为是东宇带着楚风眠来的 那两位看守十室的帝君 却是对于楚风眠毫无反应 都任由楚风眠 进入到了十室之中 这十室内部 却是别有洞天 这十室之中 竟然是一枚偌大的星辰 乃是一个完整的小千世界 几乎无人可以想到 在这云商之城的 一座宫殿之中 竟然是还隐藏着一个小千世界 我母马商会的珍藏 都在这里了 本来这里是客人不允许进入的 但是荒神阁下 乃是母马商会的贵客 这一次 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所以算是破例了 东宇看向楚风眠 笑着开口道 荒神阁下看上了什么宝物 尽管吩咐 东宇也不担心 楚风眠在其中 悄悄带走什么宝物 毕竟这一座宝库 可是日夜都有着两位帝君 在此地看守的 就算是楚风眠 同为帝君强者 也不可能瞒过那两位帝君的眼睛 更何况楚风眠刚刚得到了海量的财富 他也不担心楚风眠会付不起 嗯 楚风眠点了点头 便是步入到了星辰之上 在这星辰之上的宝物 其实数量不多 毕竟能够进这里的 可都是在外界之中 帝君斗男的之物 才有资格被放入到这宝库之中 当然能够被放入这时时之中的宝物 无一例外 都是价值无比惊人的 楚风眠第一眼望去 便是就看到了一套铠甲 这铠甲通体血红 似乎是由血肉锻造而成的 仔细一摸 多铠甲的材质 都是软的 似乎真的如同一团鲜血一般 但是任何的力量轰击在上面 这铠甲都会变得坚固无比 难以被打破 纵然是帝君出手 都无法打破这一套血红铠甲 这是一套极到先兵层次的铠甲 九玉建帝 第4814章 帝母元玉 作者 邵宇 楚风眠通过荒神的记忆 他也是一眼认出了 这一身血红铠甲的来历 这名为鲜血铠甲 是曾经这晶体舞蹈纪元之中 一位赫赫有名的无敌强者 血网无祖的铠甲 这鲜血铠甲 可是来历不凡 不只是因为曾经他的主人 乃是一位无祖 更是因为这鲜血铠甲 自身便是就极其特殊 相传这鲜血铠甲 乃是血网无祖 斩杀了无数强者 以这些强者的精血 外加升情了 经界之中的一尊 极其强大的金兽 最终炼制出的这鲜血铠甲 相传这鲜血铠甲之中 都是蕴含着 跟修行晶体舞蹈舞者一样的晶体舞蹈 楚风眠一眼看了过去 的确也是 看出了这鲜血铠甲 竟然也是由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晶体 凝聚而成的 自身便是蕴含着晶体舞蹈 而且 这鲜血铠甲 一旦是吞噬的强者精血更多 自身的威力 也还将更加强大 这血网无祖 本就是一位凶名极大的无祖 陨落在了 他手中的强者 不知道有着多手 而这些强者的精血 也更是令鲜血铠甲越发强大 在集到先兵之中 这鲜血铠甲 也是其中最强大的铠甲之一了 其中的力量 仅次于主宰之兵了 所以就连荒神 也都曾经听闻过 这鲜血铠甲的威名 本来随着血网无祖的陨落 这鲜血铠甲 在晶体舞蹈纪元之中 也是彻底的失去踪迹了 在许多舞者的眼中 这鲜血铠甲 似乎是随着血网无祖的陨落 而彻底消失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鲜血铠甲 竟然是在母马商会的宝库之中 对于晶体舞蹈纪元的舞者而言 他们修行晶体舞蹈 对于兵器 反而并不怎么看重 所以相比之下 铠甲对于他们而言 更加重要 而这鲜血铠甲 可是对于任何一位帝君 甚至是无祖而言 都有着莫大用处 单单是这鲜血铠甲 自身的威力 便是足以另一般的 帝君权力之下 都难以将其打破 这鲜血铠甲 有着如此威力 那么这价格 自然也不会低 楚风眠目光扫过 也是看到了这鲜血铠甲的价格 五十枚二品五单 这个价格 简直算是一个天价了 就算是五位帝君的财富加起来 都未必是可以买下这样一件鲜血铠甲 当然这鲜血铠甲是价格虽然堪称天价 但是也算是物有所值 有了这鲜血铠甲 足以是另一位帝君的实力 都是提升数成 所以这鲜血铠甲 若是母马商会拿出去的话 只怕也是会引起无数强者的争夺 看来这母马商会之中 真的有不少收藏的质宝 看到这鲜血铠甲的一刻 楚风眠的嘴角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来 这母马商会的收藏 比起楚风眠想象之中的还要多 这鲜血铠甲 虽然对于楚风眠而言无用 以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其实比起真正的无足而言 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这鲜血铠甲 对于楚风眠的作用 却是要小得多 再加上楚风眠 本就是有着剑木神术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在守护自身 它的肉身就足够强大了 所以 楚风眠也没有想要买下 这鲜血铠甲的打算 但是 既然是这母马商会的宝库之中 可以出现鲜血铠甲这样的宝物 那么同样被放入到了 这宝库之中的宝物 也肯定是同样价值不凡 楚风眠站在这星辰之上 临时释放了出去 很快这一枚星辰之上的诸多宝物 就这样的一件件的 被楚风眠尽收眼底 在这些宝物之中 虽然不是每一件 都足以比得上这鲜血铠甲 但是能够进入到了 这十世宝库之中的宝物 却是至少都价值十枚二瓶五丹 话而言之 在这星辰之上的任何一件宝物 都足以相当于 一位寻常帝君的一身身价 也就只有一些帝君巅峰的强者 才有如此之多的财富 可能买下这其中的几件宝物来 而楚风眠的临时扫过 它也是有这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 像是这星辰之上的许多宝物 楚风眠也只是在荒神的 记忆之中看到的 在荒神的记忆之中 这些宝物也都是属于传说之中的宝物 就算是曾经的荒神 也只能够仰望 只是听说过这些名字 可是现在却都是摆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这是地母元玉 楚风眠目光一凝 就注意到了一枚土黄色的玉石 说是玉石 这东西竟然似乎是跟生灵一般 竟然会动 仿佛是拥有这灵质一般 地母元玉 这在荒神的记忆之中 都是荒神所知道的 修行晶体武道所用的最好的至宝 而且 这地母元玉的力量 却是跟八荒神法的力量无比相近 曾经最初的荒界之主 可以创造出八荒神法 铸造无上威名 正式传闻是因为他在年少之时 曾经得到过一个惊天机缘 得到过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地母元玉 这才是令荒界之主的实力暴涨 修行之路一路畅通 最终成为了荒界之主 而如今楚风眠在这星辰之上 发现的这一块地母元玉 却是有着拳头大小 比起曾经荒界之主得到的那一块地母元玉 要足足庞大数百倍 一个指甲盖的地母元玉 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机缘了 虽然纵然说荒界之主的一身实力 不可能是全部都来自于这地母元玉 跟他的天资 其他的机缘 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是这地母元玉的机缘 却是让荒界之主 真正走上巅峰之路的契机 就算是在这五界之中 若是有着地母元玉现实的消息 也是会引起不知道多少地君钱去争夺 而且大部分的地母元玉 可都最多几个指甲盖这么大 绝对没有眼前这一块地母元玉如此之大 可想而知这一块地母元玉的价值 到底是有着多高 同样如此价值的一块地母元玉 价格也绝对是一个天价 楚风年目光看向这地母元玉的一刻 也是注意到了这地母元玉的价格 100枚二瓶五丹 这个价格让楚风年看到 都是眼神不由一跳 这样一块地母元玉的价格 竟然足以比得上两件鲜血铠甲 九玉见地 第4815章 一瓶五丹 作者 邵宇 这样的价格 别说是一位地君 就算是穷一些的五祖宗门 穷其一切 将宝库之中的所有财富都拿出来 却也未必可以买得下 这一块地母元玉 这样的价格 虽然是堪称天价 可是在看到了这一块地母元玉的一刻 楚风年就已经是下定决心 一定是要将其买下了 原因无他 这八荒神法的诸多玄妙 其实都是跟这地母元玉之中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地母元玉 本就是晶体五道修行之用的最强质宝之一 就算是雷神国也无法跟这地母元玉媲美 再加上现在这地母元玉 跟八荒神法之间的关系 楚风年现在修行的晶体法门 依然还是八荒神法 一旦是可以得到这样一大块的地母元玉 楚风年更是都有着自信 可以再度完善这八荒神法 来再度提升八荒神法的威能 八荒神法的力量再度提升 也就可以更加催动楚风年身上 巫神真身的力量 大大提升楚风年的实力 可以说 这地母元玉 可以算是对于楚风年最为重要的宝物了 只是因为地母元玉的价值 几乎是不可能随意买到 所以 楚风年一开始 也没有想要寻找这地母元玉的打算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可以在这母马商会的宝库之中发现 既然是发现了 楚风年就没有放过这地母元玉的道理 一百枚二瓶五丹的价格 虽然算是一个天价 但是对于楚风年而言 再高的价格 它也出得起 而除了这地母元玉之外 楚风年又是选中了几件 对于它晶体五道 有所帮助的宝物 这些宝物 许多楚风年 都是叫不出其中的名字 在荒神的记忆之中 就连荒神 也都没有见过这些宝物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 荒神中 就只是一位君王 就算是它的实力 勉强足以称的上是一位帝君 但是 在这母马商会 十世宝库之中的宝物 却都不是寻常帝君 所可以买得起的 寻常帝君 也都没有资格 进入到这里来 所以 荒神不知道也不奇怪 但是楚风年只需要靠近 就可以清晰地感觉出 这些宝物的力量 足以判断出 它们对于楚风年 晶体五道的帮助来 这是 一瓶五丹 就在楚风年 慢慢挑选之际 它突然目光一宁 只见楚风年 都是发现了一个浴盒 这浴盒通体透明 一眼看过去 都可以看到 这浴盒之中摆放的 一枚青金色的丹药 若是仔细观察 也可以看出这些金色 竟然都是一道道的纹路 便不在了这一枚青色丹药之上 所以才显现出了 这种青金色 在这一枚丹药之上 也是蕴含着晶体五道的力量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晶体 组成的这样一枚丹药 这种气息 只有可能是五丹 而且 是比起楚风年 手中的二品五丹 品质还要更好的五丹 在这二品五丹之上的五丹 便是就只剩下最后的一品五丹了 传闻之中 对于五祖而言 都可以提升晶体五道的一品五丹 在这宝库之中 竟然还有一瓶五丹的存在 楚风年看到这一枚一瓶五丹的一刻 他的眼神之中 都是露出惊喜之色 这一枚五丹 毫无悬念 正是一瓶五丹 本来楚风年都认为 一瓶五丹 已经是在晶体五道纪元之中消失了 毕竟在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已经是足足数个时代 都没有过关于一瓶五丹的消息了 仅存的一瓶五丹 只怕也是被这晶体五道纪元的各方势力 掌控在了手中 可没有想到 这牡马商会的宝库之中 还有这一瓶五丹的存在 看到这一瓶五丹的一刻 楚风年便是毫不犹豫 直接是准备将这一瓶五丹买下 五丹 可是蕴含着晶体五道的玄妙 甚至是有传闻 这五丹之中蕴含的晶体五道玄妙 乃是整个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最为纯粹的晶体五道 正因如此 这五丹才会对于 修行晶体五道的舞者而言 有着有着莫大的效果 而楚风年也是从二瓶五丹之中 感觉出了其中蕴含的晶体五道玄妙深不可测 若是仔细参悟 极有可能对于楚风年的晶体五道 都是有着莫大的帮助 因此 楚风年也是想要在这一次云商之城之行后 寻找一个机会 去参悟五丹之中的晶体五道玄妙 但是二瓶五丹蕴含的晶体五道玄妙 终究还是残缺不全的 所有的五丹之中 只有真正的一瓶五丹 所蕴含的晶体五道玄妙 才是完整的 这一次 竟然是可以发现一瓶五丹 对于楚风年而言 绝对意外之喜 一瓶五丹之中 蕴含的完整的晶体五道 可以更加帮助楚风年 参悟晶体五道的玄妙 所以 楚风年看到这一枚一瓶五丹的一刻 就准备直接买下 当然 这一枚一瓶五丹的价格 也是比起实际上的还要高 要足足30枚二瓶五丹的价格 按照五丹的兑换 一枚一瓶五丹 本是相当于10枚二瓶五丹的价格的 但是在最近数个时代之中 据说一瓶五丹的炼制方法 都已经是彻底失传了 这也是导致一瓶五丹 现在期货可居 价格自然极高 当然对于拥有近乎无数财富的楚风年而言 这一瓶五丹别说是30枚二瓶五丹的价格 就算是翻上数倍 楚风年也一样会买下 除了这一瓶五丹 还有最开始发现的地母元育之外 楚风年还是选中了十几件宝物 这些宝物无一例外 都是提升晶体五道之用的宝物 至于外物 楚风年却是一概没有挑选 毕竟对于楚风年而言 他并不缺少合适的兵器 单单是主宰之兵 楚风年手中就掌握着陆穴魔剑 千兵门 千兵珠 这三件主宰之兵 尤其是千兵珠千变万化的特性 楚风年在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也可以直接动用 所以他不需要外物 对于楚风年的选择 那东宇看到眼里 倒是心中也有些奇怪 毕竟楚风年要去无间禁区 现在当务之急 应该是尽可能提升实力才对 购买一些兵器 铠甲 显然是可以快速提升楚风年的实力 算是短时间提升实力的最好选择 检测到你的最新阅读 进度为第4645章 宝藏全部到手 是否同步到最新 关闭同步 九欲见地 第4816章 大四购买 作者 邵宇 可是楚风年偏偏没有这么做 但是楚风年挑选的 却都是无一例外提升晶体五道的宝物 而晶体五道的修行 可不是短时间可以提升的 当然 看着楚风年挑选的诸多宝物 东宇也是一阵肉疼 不管是那一瓶武丹 还是地母元玉 这可都是难得一见的至宝 在这母马商会之中 都是作为压箱底的宝物来用的 若非是这一次 楚风年跟母马商会 做成了这样一笔大交易 而东宇也是在其中获利肥浅的话 他也是绝不可能将楚风年 带入到了这十十宝库之中来的 可是现在既然是被楚风年选走了 那么他也没有拒绝的办法 毕竟为了母马商会的声誉 他也不可能反悔 荒神阁下收获不小啊 东宇看着楚风年走出来 也是笑着开口道 一共二百一十枚二品五单 东宇也是很快计算出了 楚风年挑选的诸多宝物的价格 开口道 二百一十枚二品五单 楚风年没有将他手中的二品全部花光 其实也并非是楚风年不舍的 而是这宝库之中有用的宝物 几乎都被楚风年挑走了 剩下的那些宝物 要不是不弃合楚风年的荆体五道 要不是对于楚风年无用 所以只能够是挑选这么多了 听着东宇的话 楚风年也是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二百一十枚二品五单 便是飞了出来 被那东宇直接轻点一番 直接收入囊中 我还需要在这云商之城内的一处僻静落脚之地 楚风年看向东宇 突然开口道 还有 我也需要母马商会出面 帮我去搜集这些宝物 只要是市面上有的 可以买到的 都可以买下 楚风年又是拿出了一枚玉符 交给了东宇 与其是让楚风年这般费力 去一座座商会之中搜寻宝物 这母马商会 在这云商之城内的关系 可是要比起楚风年强得多 而且让母马商会出面 也可以 以免引起其他各方的注意 楚风年也不希望 在他这仅剩下的两个月提升时间的时间里 遇到什么麻烦事 价格不是问题 我的手中 还有着更多的五单 楚风年思考了一下 又是开口道 这一句话说出来 让东宇都是眼前一亮 既然楚风年这么说 那么楚风年手中剩下的九十枚二瓶五单 可不是全部的财富 这也就意味着 楚风年还可能有着更多的宝物 是更多的生命果实 还是另有其他质宝 这荒神 到底是得到了那位强者的宝藏 东宇心中 都是忍不住地想到 但是他的脸上 却是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带着笑容开口道 荒神阁下放心 几日之后 必然是给荒神阁下一个满意的答案 东宇说完 手心之中 也是浮现出了一枚紫色令牌 向着楚风年递了过去 这是母马商会的尊者令牌 只要是荒神阁下 前往任何一处母马商会 以此令牌 都可以作为母马商会最尊贵的客人 让母马商会 为荒神阁下服务 至于清静之地 在这不远处 有着一座山峰 山下一座庭院 正是属于母马商会的 若是荒神阁下不介意 可以前去 这是控制 禁制阵法的御符 东宇也是一连将紫色令牌 御符 全部递给了楚风年 以这母马商会的势力 楚风年吩咐的这些事 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东宇只要是吩咐下去 就很快就能完成 而且 楚风年既然是要借母马商会的手购买东西 母马商会自然也可以 从其中赚上一笔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可以得到客观的利润 不过楚风年却是丝毫不在意 他并不在乎财富 只要是他愿意 再卖出一批生命果实 便是 就足以换取大量的财富 这一次母马商会之行 楚风年也是收获满满 甚至是比起楚风年之前预测的 来到云商之城之中的收获 都还要更多了 当然从母马商会 就收获如此之多的宝物 三日后的天云拍卖会 楚风年也是必定要前去 就在东宇陪着楚风年 准备是送楚风年 离开母马商会的时候 在这母马商会的大殿之中 楚风年却是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的目光看向了大殿一角的遗物 楚风年这一次 倒是差点忘记了一个东西 那是什么 楚风年缓缓走到了这大殿一角 站在了那黑色菱形石柱面前 楚风年最先停下脚步 选择先进入这母马商会之中的 其实就是冲着这黑色菱形石柱而来 只是接下来的收获 大大超出了楚风年的意料之内 这才令楚风年都差点忘记了 他这一次来到母马商会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这黑色菱形石柱 对于这神秘的黑色菱形石柱 楚风年虽然是一时间都无法参悟出其中的玄妙来 但是他相信 如此神秘的黑色菱形石柱之中 绝对是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这一次既然是遇到了 楚风年自然也是要将其收入囊中 但是他也是想要看看这冬雨 知不知道这黑色菱形石柱的来历 所以才故意发问道 这东西 看到这黑色菱形石柱 冬雨也是眉头一皱 旋即开口道 这东西的来历 我也不曾知晓 只是偶然得到的 本以为是一种炼器材料 因为其无比坚硬 但是后来尝试 却是任何的东西都无法破坏它 熔炼它 所以被摆放在了这里 这东西虽然是无比坚硬 但是却不好控制 也无法当作兵器来用 只是因为其坚固非凡 所以也是被诸位长老认为不是凡物 所以一直扔在这里 荒神阁下需要这东西 若是想要 尽管拿走就是 冬雨笑着开口道 这黑色菱形石柱 本来刚刚被母马商会得到的时候 也是将其认为是一件 蕴含着大秘密的质宝 想要探查出其中的玄妙来 可是 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这黑色菱形石柱 似乎是除了坚固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一丝一号的异常 九玉见地 第4817章 又一尊黑色菱形石柱 作者 少宇 就连母马商会之中的诸位长老 都是亲自研究过 最终却是在这黑色菱形石柱之上 一无所获 这也是令母马商会内部 彻底是放弃了 这黑色菱形石柱 这黑色菱形石柱 也是因为其坚固异常的特性 倒是也曾经吸引过数位君王 甚至是帝君到来 买下这黑色菱形石柱 试图是想要参悟出 这黑色菱形石柱其中隐藏的玄妙来 毕竟这黑色菱形石柱一眼看过去 都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凡之处 所有武者都认为 这黑色菱形石柱之中 肯定是隐藏着一个不小的秘密 但是最终却是一次次的失败 不管是君王 还是帝君 在得到了这黑色菱形石柱之后 几乎都是无一例外 谁都无法参悟出 这黑色菱形石柱之中的玄妙来 这也是令这一尊黑色菱形石柱来来回回 却是又再度回到了母马商会的手中来 在这母马商会之中 这黑色菱形石柱的价格却不算高 只价值一枚三平五单 这样的价格 其实也就是为了吸引一些 想要参悟探索 这黑色菱形石柱之中秘密一番的舞者 但是 有着如此之多的先例摆在面前 却是已经没有那位舞者 还想要再参悟这黑色菱形石柱的秘密了 就算是这黑色菱形石柱之中 真的存在着秘密 又能如何 无数的君王 帝君 甚至是这母马商会的无数强者 在这云商之城中的许多大人物 也都探查过这黑色菱形石柱 最终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这黑色菱形石柱 就算是其中隐藏着秘密 探查不出来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更何况也从来没有那位舞者真正说明 这黑色菱形石柱之中 真的存在着什么秘密 也许它最大的秘密 也就是本身的坚硬 也说不定 再加上现在母马商会标注的价格 一枚三平五单 这个价格对于一位君王而言 也都不算便宜了 这样一笔财富 自然没有谁会去随意挥霍 所以这黑色菱形石柱 也是一直被放入到了母马商会的大厅之中 摆放在了其中一个角落 虽然是有些舞者会对于这黑色菱形石柱有所好奇 但是看到这黑色菱形石柱标注的价格的一刻 最终也都是放弃了 看着楚风棉对于这黑色菱形石柱有兴趣 东宇却是直接开口 将这黑色菱形石柱准备送给楚风棉 一枚三平五单 对于已经在这母马商会之中 大肆消费的楚风棉而言 实在是不值一提 而且 这母马商会 对于楚风棉拉拢免去的五单 也远远不值这些了 因此 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黑色菱形石柱 可以直接送给楚风棉 以拉拢楚风棉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一件事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东宇少主了 楚风棉听到东宇的话 心中也是不由一喜 既然这东宇愿意白送 楚风棉也是 不要白不要 他大手一挥 便是将这黑色菱形石柱连根拔起 收入到了空界之中 做完这一切之后 楚风棉又是跟东宇随意交谈了几句之后 他便是 转身离开了这母马商会 这一次前来母马商会的收获 却是要大大超出楚风棉的意料之内 单单是这一次的收获 就让楚风棉不往前来这云商之城一趟了 先找个地方 将这些宝物炼化再说 楚风棉这一次从母马商会之中 买下了大量可以提升晶体五刀的宝物 他也是准备先将这些宝物炼化 转化为实力先 对于楚风棉而言 只有实力才是一切 这些宝物若是无法转化成实力 对于楚风棉而言将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通过那冬雨送给的御符 楚风棉也是顺着一条街道 来到了一座山峰前 这一座山峰也是无比高大雄伟 不过在这一座山峰周围 却是没有任何的商会存在 甚至也没有舞者在此地摆摊 在这热闹非凡的云商之城中 这一座山峰周围 却是显得安静的诡异 站住 请出示通行证 不允许靠近周围 就在楚风棉走到了这山峰周围的一刻 他却是看到了一对舞者 就在这山峰周边巡逻 看着楚风棉到来 纷纷上前开口道 纵然是面对楚风棉这样一位帝君 这些舞者 却也是丝毫不弱势 毕竟在这云商之城中 都是云商之城的规则在 就算是帝君 也无法在其中动手 所以 面对帝君 他们也丝毫没有拒异 通行证 被这群舞者拦下 听到这话 楚风棉想了一下 便是拿出了冬雨 交给他的那一枚玉符 看到这一枚玉符的一刻 这群舞者 脸色便是猛然一变 恭敬地开口道 大人请进 这变化之快 让楚风棉都是一愣 不过无人阻拦 他也是 直接进入到了山峰周围 看来在这云商之城中 还是这些大商会 才是其中真正的主人 楚风棉心中都是 不由地想到 不过进入到了这山峰周围 却是天地变幻 这山峰周围 竟然是一直被一道庞大的阵法所笼罩着 外面的人 根本是无法窥探其中的景象 只有进入到了这阵法之中 楚风棉才可以看清 这一座山峰之上 竟然是被开辟出了一道道的宫殿 这些宫殿从半山腰 一直延伸到了山顶之上 足足有着数千个之多 在这些宫殿之中 也是适不适的 传递出一道道强横的气息来 看来这些都是云商之城中的一些老祖的闭关前修之地 楚风棉看到这一幕 也是大概明白了 为何在这云商之城中 竟然是存在这样一处与云商之城格格不入的地方了 云商之城的各大商会之中 也是有着一些拉拢的强者坐着 这些老者平日里 待在云商之城中 却是也需要时刻闭关修行 因此 也需要一处安静的闭关前修之地 也就是这一座山峰 在这些宫殿之上 楚风棉也是看到了上面刻画的不同标志 这些标志 也是代表着云商之城中的各大商会 这些宫殿一个个也是自成一方空间 在其中闭关前修 无比安静 因为有着巡逻队在外的存在 也不需要担心有人打扰 九玉见地 第4818章 庭院闭关 作者 邵宇 当然除了各大商会的老祖 像是一些在这云商之城中 买下的心仪宝物 想要闭关前修一番的舞者 也会选择花费一笔财富 去商会之中 租下这其中的一座宫殿 来进行修行 像是楚风棉制等性格的舞者也不少数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一旦是得到宝物 自然是要第一时间将其吞噬炼化 提升实力 留在手中的时间越长 越是有可能产生一变 这云商之城中 可是有着三皇殿的强者坐镇 再加上这云商之城的规则 也是令此地几乎是整个五届之中最安全的地方了 用来闭关前修 也是最好不过了 楚风棉顺着御符指引的方向 也是来到了这山脚下的一座巨大庭院之中 这庭院之大 却是要比起其他的宫殿山峰要大得多 如此之大的庭院 也是代表着母马商会 在这云商之城中的地位 除了山顶之上 那有着白云标志的 属于云天商会的宫殿之外 最大的一座 就是这母马商会的庭院了 这也是让楚风棉更加明白 这母马商会 在云商之城中的地位了 竟然是仅次于这天云商会 通过御符 楚风棉便是打开了 这庭院之上笼罩的静置阵法 步入到了其中 这庭院之中 也是自成一方世界 层层空间折叠在了一起 令其中的气息 根本无法渗透到外界之中去 而外界的舞者 想要探查这庭院之中 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一位帝君 也做不到这一点 倒是一个安全的好地方 打亮了一眼这一处庭院 楚风棉也是 无比满意 当然 以楚风棉谨慎的性格 他依然是在这庭院之中 又是布置出了无数的静置阵法 在以三千无上剑气 布置出的无上剑阵 作为了最后一重防御之后 楚风棉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盘西坐在了这庭院的一处石亭之中 同时 楚风棉心神一动 在他的面前 也是浮现出了无数的玉盒 玉瓶 这里面装载的 都是楚风棉在这母马商会之中购买的宝物 这些宝物 许多楚风棉都是叫不出名字来 但是 既然是对于楚风棉的晶体舞蹈有益 楚风棉便是都毫不犹豫地 将其全部买下了 刚刚坐下 楚风棉也是立刻凌空摄取 一枚玉瓶便是落入到了楚风棉的手心之中 楚风棉一把捏碎玉瓶 玉瓶之中的许多七彩液体便是飞了出来 被楚风棉以吞天秘鼠直接吞噬 楚风棉毫不停歇 直接是开始吞噬起这些宝物来 三日之后 便是天云拍卖会的日子 在此之前 楚风棉也是打算将这些宝物全部吞噬 所以它也是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浪费 这一瓶七彩玉瓶 价值也是足足一枚二瓶五丹 可就这样被楚风棉 直接一口气地吞噬了下去 在吞天秘鼠之中 这七彩玉瓶便是被转化为了最为纯粹的力量 就这样的被楚风棉身上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所开始吞噬 而几乎是同时 楚风棉又是抓起了一个玉盒 将其中的宝物直接取出 以吞天秘鼠吞噬了下去 这样一件件宝物的力量 对于楚风棉身上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来说 确实都有些太少了 所以 楚风棉这一口气便是就吞噬了足足数十件宝物 这一刻 楚风棉才感觉到了 它身上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对于力量的渴望稍稍得到了满足 楚风棉这才运转起八荒神法的力量来 开始催动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去进行吞噬 与此同时 母马商会 父亲 那东宇的身形 在母马商会的深层空间之中 来回穿梭 最终来到了一扇古朴的青铜大门前 推开门 在其中一名中年男子 已经是在等待着他 看到这中年男子 东宇便是直接开口道 这一次的交易完成了 东宇一边说着 一边也是 拿出了一枚生命果实 递给了这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 便是那云商之城母马商会的会长 蛊鹤帝君 看着东宇递过来的生命果实 这蛊鹤帝君结果 也是一脸惊叹 好纯粹的生命力 这东西 简直是跟那剑木神术诞生出的果实 无比接近了 剑木神术 那不是荒谷纪元存在的那一株神术吗 随着荒谷大劫 这剑木神术 已经是被彻底毁灭了才对 那么这果实 那荒神的 从哪里弄过来的 东宇 看向蛊鹤帝君 也是思考了一下开口道 那荒神手中 看来还有可能拥有着其他的宝藏 或者更多的这种生命果实 既然如此 你更是要好好拉拢这荒神 这荒神可没有看起来的那般简单 他既然是可以得到如此宝藏 拥有如此宝物 此人的实力绝不能小事 据说这荒神 可是刚刚大闹了一番武士宗 那蛊鹤帝君看向东宇 突然开口道 武士宗 虽然是一个没落的五祖宗门 但是玄师帝君那个老家伙还活着 若是此人太过放肆的话 那玄师帝君也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吧 东宇思索了一下 便是开口道 不 那荒神全身而退了 听到东宇的话 蛊鹤帝君却是平静地开口道 什么 难道玄师帝君没有出面吗 武士宗的人 脾气可不好 东宇不由地开口道 据说是玄师帝君出面的 但是最终依然是让这荒神离开的 其中的意思 你应该明白 蛊鹤帝君开口道 难道这荒神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 令玄师帝君都无比忌惮的层次 他可是不久前才晋升的帝君啊 这一次 东宇都是无比惊讶 楚风眠刚刚晋升帝君的事情 在这荆体五道纪元之中 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可一位刚刚晋升的帝君 再强大 又能强大到哪里去 这也是东宇一开始也没有认为 楚风眠可能是玄师帝君的对手 那荒神的实力 绝对不亚于我 我刚刚临时的窥探 被他发现了 九玉见地 第4819章 寿王金河 作者 少宇 看着东宇 蛊鹤帝君又是开口道 什么 这一次 东宇脸上的震惊之色 都已经是无法再演示下去了 若是说玄师帝君 毕竟是大宪将至 寿元将近 现在实力大不如前 有所忌惮 不敢对楚风眠出手 但是还有可能 可是现在 这古鹤帝君 都自认为楚风眠的实力 不在他之下 对于这古鹤帝君的实力 东宇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的父亲古鹤帝君 既然是可以成为这云商之城中 牡马商会的会长 所凭借的 正是实力 虽然古鹤帝君很少出手 但是东宇却是知道 古鹤帝君 早就是已经踏入了帝君巅峰的境界了 在这五届 甚至是荆体武道纪元的诸多帝君之中 古鹤帝君 也是其中极其强大的一位存在 只是古鹤帝君向来低调 很少与人交手 所以很少 有人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可是这东宇却是对于这一切心知肚明 而楚风年 竟然是可以注意到 古鹤帝君的灵石 这样的实力 岂不是也意味着楚风年 也是一位帝君巅峰的强者 刚刚晋升帝君 就有着如此实力 东宇心中也是震惊不已 这样恐怖的实力 就算是放在这荆体武道纪元的历史之中 都是难得一见 父亲您是准备 拉拢这荒神 让他加入到母马商会的队伍之中 突然之间 东宇也是明白了 为何古鹤帝君要对于他说这些 以及刚刚古鹤帝君对于楚风年的拉拢 一方面是提前生命果实的价格 一方面也是大打折扣 这些决定 其实可不是东宇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在这母马商会之中 也就唯有身为会长的古鹤帝君 有着这样的能力 这一切都是在古鹤帝君的授意之下 东宇才做出的 这种拉拢 再加上荒神的实力 让东宇也是明白了 古鹤帝君的计算 可是 荒神不是就连雷神殿都拒绝了 他会愿意 加入到母马商会的队伍之中 东宇有些奇怪的开口道 这一次无间禁区开启 母马商会 其实也是在筹划着探索队伍 也是在拉拢这个方强者 虽然母马商会 已经是拉拢到了数位帝君 加入到了队伍之中 但是却始终缺少一个领头的人物 毕竟能够带领队伍 同时压制住其他帝君的存在 至少也要是一位帝君后期境界的 上位帝君的存在 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样的强者 就连以母马商会的财力 也不好拉拢 所以这个人选一直没有定下 这一次 既然是楚风眠 也表现出了 想要进入无间禁区的想法 这古鹤帝君 也是起了拉拢的心思 那是雷神殿不知道 此人的真正实力 开出的条件 自然不足以让他满意 放心 这一次我有着把握 可以拉拢到此人 古鹤帝君信心满满地开口道 那荒神现在已经拥有了如此实力 他所修行的八荒神法 也必然已经是达到了极限瓶颈 他若是想要令实力更进一步 只有转修其他晶体法门 或者自创晶体法门这两条路 看此人买下的宝物 他必然是选择了第二条路 想要自创一道晶体法门来 如此一来 他必然不可能拒绝我的条件 古鹤帝君一边开口 一边在他的手心之中 也是浮现出了一枚菱形晶体 这菱形晶体通体透明 一眼望去 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其中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晶体 这是传闻之中的 金兽之王的金河啊 这可是父亲 您花了很大代价才弄到手的 难道就这样 送给那荒神 东宇看到这菱形晶体 都是忍不住地开口道 若是可以 将那宝藏弄到手 这区区一枚兽王金河 也不算什么 古鹤帝君大手一挥地开口道 这件事可以到天云拍卖会的时候 去跟那荒神谈 不过无论成功与否 也不能够招惹这荒神 凭借这一次交易 这些生命果实 对于我们母马商会的一些老族有着大用 这一次我进入核心高层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古鹤帝君也是话锋一转 本来对于他而言 以这辛辛苦苦得到的寿王金河 去拉拢楚风眠 他本来也是有些舍不得的 但是这一次楚风眠卖给了他的这些生命果实 也是的确帮了他一个大忙了 足以让他晋升核心高层 在这样巨大的好处之下 古鹤帝君也是做出了决定 那就提前恭喜父亲了 冬鱼也是笑着开口道 另一边 楚风眠依然是盘西坐在了庭院之中的石亭之内 在他的面前 已经是摆放着无数的玉盒 玉瓶 现在却都是已经空无一物了 在这些玉和玉瓶之中的宝物 现在却都已经是被楚风眠所吞噬炼化 而随着大量宝物的吞噬炼化 楚风眠身上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也是越来越强 这些晶体纪元之中诞生出的宝物 效果却是要比起纯粹以吞噬太出之力 效果要好得多 楚风眠身上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都是更近了一步 但是同样 晶体法门 八荒神法的瓶颈 却是更加的严重了 楚风眠现在身上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越强 这八荒神法 能够催动的力量 也就越是有限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吧 楚风眠手心一动 一枚土黄色的玉石 便是浮现在了楚风眠的手心之中 地母元玉 楚风眠这一次在母马商会之中 购买的最贵的一件宝物 就是这地母元玉了 足足一百枚二瓶五丹的价格 堪称是一个天价 比起那一瓶五丹 都要贵得多 要知道 一瓶五丹 都已经是只能够流传于传闻之中的宝物了 而现在 这价格 还要比起一瓶五丹 还要昂贵得多的地母元玉 可想而知 同时 楚风眠的心中 也是对于这地母元玉的期望最大 毕竟这地母元玉 可不只是关系这楚风眠身上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更是关系这八荒神法 九玉建帝 第四千八百二十章 实力大增 作者 邵宇 荒界之主 曾经便是因为得到了一小块的地母元玉 才创造出了八荒神法来 而现在楚风眠得到的这一块地母元玉 却是要比起曾经荒界之中得到的那一块地母元玉 要大上百倍 因此 吞噬炼化这地母元玉 参悟其中的力量 不只是可以提升楚风眠身上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更是有希望帮助楚风眠来完善八荒神法 若是可以让八荒神法更加完善 楚风眠也是可以催动起更加强大的力量来 以提升它的实力 所以 楚风眠将其他的宝物都全部炼化之后 才终于是拿出了这地母元玉 看了一眼这地母元玉 楚风眠也是毫不犹豫地运转吞天秘书来 顿时开始吞噬这地母元玉的力量 这地母元玉 相传是一个小千世界的核心 一个小千世界之中 地底龙脉的凝聚 才可以化为一小块地母元玉 而眼前这一块地母元玉如此巨大 只怕都不是来自于一个小千世界 而是来自于一个中千世界 一个中千世界的地底龙脉的凝聚 才可能凝聚出如此之大的一块地母元玉来 这地母元玉之中 蕴含的力量 可想而知到底多么雄厚 在这地母元玉 被吞天秘书吞噬的一刻 源源不断的力量 便是向着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蜂拥而来 这般雄厚庞大的力量 贸然涌入到了一位舞者的身躯之中 就算是这晶体舞蹈纪元之中的帝君 一下子涌入如此力量 都可能硬生生将身躯撑爆 像是地母元玉 蕴含这等恐怖力量的质保 就算是一位帝君得到 也需要慢慢练化 像是楚风眠这样 直接一口气吞噬 在他人看来 简直是自寻死路 不过楚风眠却是毫不在意 他身上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便是十二万九千六百个无底深渊 不管是多么庞大的力量 都会被气吞噬 感觉到了这地母元玉之中 纯粹的力量涌入到身躯之中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便是欢呼雀跃的 在这里吞噬这地母元玉之中的力量 楚风眠现在修行八荒神法 这地母元玉的力量 可以说是最为适合楚风眠的宝物 随着地母元玉的力量 被源源不断的吞噬 一股股的气势 也是在楚风眠的背后生腾 不错 正是趁此机会完善八荒神法 看到这一幕楚风眠脸色大喜 他也是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是开始运转起八荒神法的力量来 在这地母元玉的力量加持之下 这八荒神法之中的诸多玄妙 也是被楚风眠一步步补全 不过数息的时间 这八荒神法的诸多玄妙 就已经是被楚风眠补上 开始被真正完善 而就在这一刻 那地母元玉的力量也是彻底耗尽 被楚风眠完全吞噬殆尽了 可惜 这地母元玉之中的力量 还是少了一些 不然有希望可以将这八荒神法完全补全 甚至是推算出更高的境界来 楚风眠感觉到了地母元玉的力量耗尽 也是缓缓起身来 这地母元玉的力量 对于八荒神法的效果 远远超越了楚风眠的预料之内 有了地母元玉力量的加持 楚风眠完善八荒神法的时候 却是有如神柱 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八荒神法便是被完善了不少 虽然这地母元玉的力量 在几个呼吸的时间内便是彻底耗尽了 但是楚风眠的收获却同样不小 这帝君境界的八荒神法 却是已经被楚风眠补全了大半了 楚风眠现在催动八荒神法的力量 竟然是已经足以催动其楚风眠身上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中七成的力量了 这种进步可所谓的无比惊人 要知道楚风眠身上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本就在吞噬了大量宝物之后 力量暴涨 换作是之前的巫神真身 现在的八荒神法 几乎已经是可以催动九成墨浴晶体的威力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在这数息之间 楚风眠利用这帝母元域 将这八荒神法补全了大半的原因 可以说 若是让楚风眠再得到更多的帝母元域 他甚至是有希望 直接利用这帝母元域的力量 来将八荒神法完善到五祖境界之中 令这八荒神法真正的晋升一级晶体法门 都有可能 只是这帝母元域 却也是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了 而且 楚风眠需要的这帝母元域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的数量 像是一般的小千世界地底龙脉之中 凝聚出的帝母元域 也不过就只有这一枚帝母元域的百分之一大小罢了 这样巨大的帝母元域 在这云商之城都难以寻找出另一枚出来 楚风眠想要再寻找 也只能够是碰一碰运气了 至于那些青地域 楚风眠却是暂时还没有将其炼化 而是将那些青地域积攒了下来 楚风眠隐隐约约感觉到 一旦是它可以积攒下来一定数量的青地域 同时炼化的话 却是极有可能一口气参悟出青地绝的一些玄妙来 这可是比起单单提升楚风眠身上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域晶体要重要得多 现在楚风眠手中的青地域还不够 不过楚风眠一方面是 让那玄师帝君借助武师宗的势力去寻找青地域了 一方面楚风眠给予那冬雨的玉符之中 也有着青地域的名字 这青地域虽然是身为严寿至宝 但是在这云商之城甚至是武戒之中 也并不算那么难见 毕竟在荒神的宝库之中 也有着青地域的存在 等到过几日之后 起码那冬雨也必然是会给楚风眠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样可以获取大量利润的事情 母马商会可不会放过 楚风眠只需要等待结果 楚风眠将八荒神法的力量彻底稳固了下来 他也是缓缓起身睁开双眼 将身上晶体舞蹈的气息完全平复下去 距离天云拍卖会 还有两日时间 楚风眠起身注意了一下时间 将所有的宝物全部炼化 楚风眠也才不过是耗费了一日的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